百音辟油果,漂亮妹妹属于我 哈喽小亲,我又上线了 这期咱们讲讲,王子见王曼妮浪漫大婚 顾家中小琴都看眼红了 梁正前已空运在厕所 话说,《三十二亿》这部剧中 江苏颖饰饰演的王曼妮是一位标准的都市敌人 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 也是一个典型的精致熊 该去以三位三十岁女性视角展开 讲述了都市女性在三十岁这个重要的年龄节点 遭遇到诸多压力的故事 王曼妮在和喊王梁正前分手后 就变得郁郁寡欢,提不起斗志 因为梁正前的未婚妻来电影里闹 让曼妮颜面尽失 觉得同事都在嘲笑自己 于是就选择了辞职 王曼妮是一个护票 要想付得起房租就必须要找新的工作 然而新工作只能从初级销售做起 收入只有原来的一半 连现在的房租都付不起 只能和别人合租 这就意味着她为这所城市 付出的八年青春都白费了 王曼妮已终于明白 这所城市其实已经拒绝她了 所以就回了老家 父母应该是猜到女儿 受到打击 待不下去才回来的 也没有多说什么 依旧高兴的为她准备生日宴 当然生日宴过后 就是父母最操心的婚姻问题了 王曼妮对上海充满了失落 也就没有推辞 接受了父母的相亲安排 终于王自建失言的张志上场了 张志是曼妮家乡规划办的一个主任 研究生毕业后就回乡参与建设 张志在小镇基层上有着很高的人气 人称小张主任 这也可以看出她很有能力 年轻有为而且性格很好 其实王曼妮对张志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两人在饭店吃完饭 要结账的时候 饭店老板因为被张志帮忙过 一直不愿意她付钱 一顿退让后 张志说不过 假装答应 但是临走时把钱压在了盘子底下 这个小剧动也给王曼妮留下很好的印象 从邻居的交谈中 王曼妮也能感觉到张志为人很有责任心 也有理想有追求 对她的好感增加了不少 对于王自建失言的张志人设太完美 不少网友很实看好 都在线劝王曼妮 别作了找个老实男人嫁得挺好 想必最后两人也会是浪漫大婚 毕竟张志比梁正前好了几万倍不是吗 虽说没有海王有钱 但好歹人家也是一个官 并且村里人都非常的敬佩她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虽说没有大福大会 整天吃香的喝辣的 出入高档餐厅吧 但张志大概会是一位顾家的男人 你就能给王曼妮更多的安全感不是吗 前期的时候很多网友表示 王曼妮有些做作 有很多败心虚荣恋爱脑等等 观众给她打了很多很多的标签 相信在后来和张志在一起后 她能收下这些虚伪 两人好好过日子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转发吧